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今集繼續跟進蔡天鳳的案件, 有一個最新的消息說, 蔡天鳳的前夫有一個29歲的女性朋友潛逃到內地落網, 警方多謝公安全力配合。 這件事是怎樣呢? 根據最新的消息報導說, 被捕人數這案件的人已達到7人, 這名女子涉嫌協助罪犯, 近日被大陸執法人員接獲, 在今日7日遣返香港而去被警方拘捕。 根據報導,疑犯前夫抗港市的29歲女性朋友, 警方表示今日在深圳灣口岸接收, 由內地執法機構送回來的一名和謀殺案有關的29歲本地女疑犯, 他說涉嫌協助罪犯,之後潛逃內地。 警方掌握了這一名再逃疑犯的資料, 就向公安部、廣東省公安廳和深圳市公安要求協助, 這名逃犯最後在大陸被捕捕。 我們就講返這案件, 而其實來到這裏, 之前就已經有6名疑犯, 前4名一家四口我估不需要怎麼說, 警方在他們身上暫時拿不到太多有用的資訊, 因為4個人完全不開口。 第5名疑犯就是抗球的情婦, 這個情婦亦都很快已經可以保釋出來, 而他犯的就是叫做匿藏抗港治, 和村屋那間屋是有據名一齊租, 而第6名就是遊艇公司職員說他協助疑犯走佬, 準備走佬去澳門, 亦都保釋了出來。 但現在這一個第7名疑犯又是和抗港治有關, 而其實第1到6名疑犯估計警方在他們身上也都找不到太多有用的證據, 如果是第5名第6名疑犯有找到一些決定性證據的話, 不會保他出來的。 而這個第7名疑犯會不會是一個突破點呢? 而且很大的陣仗是要引導他回來的。 因為到現時為止, 警方仍然未找到這些疑犯去作案的動機, 而蔡天鳳的媽媽亦都向法院申請, 那加多利山的豪宅就不可以讓他去賣和轉讓給人, 做任何動作都要經過蔡天鳳媽媽的同意才可以讓他做到。 我自己猜警方最想找到是有知情的疑犯。 什麼叫知情的疑犯呢? 就是知道這班兇徒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, 以及整個計劃是怎樣。 因為現在很多事情其實都是警方單方面在估計的, 他們不說的話是死無罪症的, 就算上渡庭他們亦都選擇什麼都不說的話, 整個案子就很樸索迷你了, 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一個動手, 甚至不會知道動機是些什麼。 還有一點如果我們現在這樣想都會很詭異的, 就是什麼呢? 如果他們整班兇徒上了庭, 都不會講什麼有用的資訊, 甚至不會有一個人攬罪案上身, 那就極度樸索迷你了, 因為對他們來說是一個人攬罪案上身, 其他人沒什麼事, 判錯好少, 對他們來說已經是贏了的了。 到底現在這一個第七個所捉到的人會不會成為一個突破點呢? 還有看回他是潛逃的話, 他是走路, 都只不過是去了深圳那裏, 離香港是不遠的, 而其實走回大陸, 對這些兇徒來說都幾蠢的, 為什麼呢? 在大陸, 周街都天眼的了, 如果警方已經是搜尋了這些疑犯的手機通訊記錄, 一找就找到你了。 大陸的人面辨識系統那麼厲害, 再加上如果你是有用微信或者支付系統, 基本上你是無所遁形的走都無得走, 而這個疑犯估計他的罪名應該是會跟第五第六的被告一樣, 就是說他涉嫌是協助罪犯, 如果他不是直接知情的話, 好可能都是有得保釋出去的, 等到5月8號齊齊再審咯。 好了今集同大家就睇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邊留個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